说实话 侯友宜的太太的亲笔信 今天大家看到她有签名 她把这个事情当然是讲得很细 从头到尾 那我是觉得她谈到她王儿的那一段 算是蛮罕见的 你觉得呢 这段往事当然大家都知道 那对于侯友宜来讲 她是硬汉 她几乎也不太谈这个事情 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是可以谈 为什么不谈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当年台北市有一个幼儿园 叫做健康幼儿园 然后健康幼儿园用一部游览车 要载到桃园的六福村 去参观一些什么动物还是旅游设施 就在平镇的地方 游览车突然起火了 上了老师有学生 那有23个人被烧死 那其中有一个是 侯友宜的儿子还很小 这当然是心中的无法弥补的痛 然后 可是就是后来 其中有一个老师叫林静娟 这个消防人冲上去发现 他抱着一堆孩子 那虽然他最后被烧得很严重 孩子也没有救回来 因为窒息 所以后来有大家成立一个 林静娟的雕像 林静娟的纪念文教基金会 还有林静娟也给摆入台北市的 这个所谓的忠烈池 这是第一个平民身份进去的人 现在这林静娟的 基金会的执行长是谁 叫林月琴 他是谁呢 就像民进党提名不分 居第一名那个人 那这个正式好做文章的时候 我不晓得说是 这个侯友也不愿意去处理这个事情 或者是这个 这个他的竞选执行长 金普中不愿意处理这个事 但我想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父母来讲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很好谈儿童安全的话题 比如小灯泡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大爱 来看这个问题 不要害怕去提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事隔那么久了 那现在就是说把这个案子 跟这个房子把它连在一起 其实我们知道打选战 你知道我这个 这个枪林弹雨 遍体鳞伤 这记录都有 就是很怕讲的故事会有破绽 会被在破绽上使用 比如说 他说是婚前给的 然后后来说是怕 可是孩子走了也要给 这个是在孩子走了也要给 还是之前给 就会成为对方的一个 不过我相信民进党 不想往这个方向找细节 你注意到 国民党都一直在细节上 你什么时候房子 什么赖逼聊 可但是不管你三千 你是包猪猴啊 他都可以打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很难解释 不过他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还都是社会住宅 这是好的处理的方式 只是他有考虑到说 要2026年才开始 因为有合约的问题了 这个合约 要是我操盘手 我就不管他合约不合约 马上处理 为什么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力 跟每个人的处理方式 因为合约不是重点 对当初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出来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被炒过好多次了 合约每次出来就会这个 他哭疏忽了 对他疏忽了 为什么疏忽呢 又觉得站得住脚 该脚的税金都脚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所有的建物 所有的执照什么都有 完全站得住脚 但又如何 所以委员完全讲到了一个重点 好那这次我们看到 这个整个民调 开始有点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当然还剩下17天 今天处理也要看明天后 再民调会不会上来 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刚刚那招 挂看板 到处挂看板 有没有 只要你挂了看板 这个发票来 我就付钱 等等之类的 那是人家民进党会选举 说实话选举就是这样 不管你选举期间你怎么讲 你怎么操作 你嫌他low也好 嫌他怎样也好 赢就是赢 台湾的制度就是赢者全拿 所以国民党在站得住脚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该更积极点 也有人建议 像那个就建议侯友宜 也要亲自站上第一线来讲 对不对 当然因为这个事情可能牵扯出王儿 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些是过不去的 这个东西我要解释一下 像警察跟军人 就是男性里面比较 他干这个职业 那这种军人跟警察 会不会拿自己 就像赖清德养 去妈妈爸爸来哭哭啼啼 不会的 我们这种职业 对啊 养成的这种性格 我相信侯友宜不愿意把小孩子的事情拿出来 但是民进党就是专门打人性的弱点 你晓得台湾那年轻人第一个穷贫富之间的相对剥夺感 你看他那个标语打两千万 对不对 第二个 以前那个有一个姓张的那个恶房东 社会新闻闻闹很凶啊 那房东欺负房客 对吧 这包租婆 房东 这个也是在社会上是一个负面的 所以民进党很巧妙就运用这个 你看赚那么多钱 而你又是当这个房东 其实这个钱 不管他婚前婚后 他太太加不给 如果这个房子是侯友宜用不法手段去剧烈 去勒索弄来的钱盖的房子 你打死他都应该 那这个房子 人家他老婆家的财产嘛 对不对 这个又不是侯友宜用靠谁 用权势去把这个地拿来 所以这个处理是够的 我觉得台湾老婆心有点就是说 看戏一样的来做自己投票的倾向 这是不对的 投票是应该看你的 投完下去对国家对你的影响如何 但很不理性的 就在那看任务 就像我以前在金木丁看那个 那个五天失火 那个火灾里面的人爬到窗子外面 下面的群众你知道干什么吗 围了一大堆看 消防车也进不来 下面还在拍手 跳啊 跳啊 跳一个就死一个 所以这个选举打到现在 我是感觉那个氛围 在这种事情上面 拼命搞 从来不想到自己国家 在后面的四年八年怎么过 所以我呼吁选民投票 用一点理性思考 不是那样看热闹 看谁下手比较重 谁 对不对 说杨军讲的就是大家的期待了 但是说真的啦 你看辫子妹每天都接访 大家就知道 很多选民 特别是像年轻选民 他们投票是投一种感觉 投一种气氛 投一种爽 谁让我爽我就投谁 比较这种调调 当然也是我们检讨 所谓的这个美式的民主 你看现在美国也乱成这样 是不是 所以对于真正的实质上的一些问题 大家可能反而不是那么在意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